上海申花目前正在准备中超二次报名大名单的相关事宜。 因为根据上海相关足球媒体报道,申花将在二次报名的时候,给五名U19小将报名,有新人进入中超一线对报名,就得撤下原有的边缘球员腾出位置。 首先,被撤下名单的是中内毕金号,毕金号在经历了一次大伤之后,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静养,出于对毕金号负责的态度,申花就将毕金号撤出了球队中超报名名单。 希望毕金号能在下半赛季好好养伤调整,争取在下个赛季,能上演王者归来的好戏。 跟毕金号情况相似的还有老将陶金,陶金这么多年为申花南征北战,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,浑身是伤的陶金需要彻底摆脱伤病困扰,所以陶金被撤出中超二次报名名单,也是没有悬念的事情。 陶金伤好了也只能随着预备对训练比赛保持状态。陶金一直在申花球迷是饱受争议的人,申花球迷觉得像陶金这样姿势和能力都很平庸的人,可以在申花效力多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 有一段时间陶金由于在申花处于无球可踢的状态,所幸陶金就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,并且获得了上海名牌大学的学士文凭。 因此,陶金也被申花球迷戏称为陶大学士。陶金在申花效力这么多年,基本上很少踢手发,大多数时间都是替补出战。 可看似温弱的陶金也有暴躁的一面,申花功勋主帅布拉泽维奇,在接手球队之后,掀起了青春风暴,所以像陶金这样终身带边缘球员,就受到了布拉泽维奇冷遇,一直对老布安排自己打踢补中队不满的陶金,一直也是憋着气。 有一次中超联赛申花主力中为阴伤下场,布拉泽维奇就招呼坐在板凳席上的陶金,站起来热身准备替补登场。 没想到一直对布拉泽维奇心存不满的陶金,直接拒绝替补登场。 无奈之下,布拉泽维奇只能换上年轻的申花中内出场,这件事也是被申花球迷一直诟病陶金的一点。 认为陶金能力这么差,脾气看比大牌球星,在球队需要中卫上场纠险的时候,他拒绝上场的行为很不值夜。 好在,随着时间陶金在申花成为了一名任劳任怨的老将,除了毕金号和陶金撤出报名名单板上钉钉之外,像吕品和王林都存在被撤下报名资格的可能。 其中像吕品目前已经跟着上海身心对视讯,王林则是一直去向被定,他擅长踢的右后卫已经有了李云秋和徐友刚两大猛将坐镇,所以他被撤下名单也没有什么悬念,希望申花青春风暴,可以给球迷和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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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